接著我們就來分享一下面試加分的技巧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加分的技巧 第一個呢,你如果要給別人看你的一些作品啊,一些東西的話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加分的技巧 要怎麼樣做哪些細節會讓你看起來更專業,看起來更有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加分的技巧 要怎麼樣做,要怎麼樣注意哪些細節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加分的技巧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分享怎麼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分享加分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分享面試加分的技巧 接著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試加分的技巧 下一个我们来跟您分享一下面试加分的技巧 如果您有一些作品 有一些图、文、PPT 要给别人分享的话 您如果期待 接着我们来跟您分享一下面试加分的技巧 要怎么样让你看起来更专业 看起来更厉害 大家更想要听您说话呢 第一个,如果您要给别人看一些文件、看图文、PPT 最好是携带电脑 大于携带平板、携带手机、携带什么都不带 所以携电脑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所以携带电脑,第一个就是稳定 你如果有一个 携带电脑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 你可以直接放在桌子上 它就永远在那里 他们也 携带电脑最大的优点就是稳定 那稳定就是你摆在那里 螢幕开起来 他们想要看 你手也不会酸 你不用一直像平板手机 一直夹在那里给他看 电脑你就放在那里 跟他讲这里这里这里 螢幕这么大 直接非常方便,大家看起来也比较厉害 而且你后面如果要记笔记的话 看起来也比较专业 所以像是我前面面试我都携带平板 因为我真的是很 像我前面面试我都携带平板 因为我懒得带电脑出门 但是你这样子要给别人看说 我影片三分钟影片 你就手就要一直这样撑着给他看三分钟 是有点累 所以我还是觉得带平板 所以像是这样子 所以我像是前面的面试我都带 像我前面的面试我都携带平板电脑 因为电脑有点重 懒得带出门 但是你携带平板 如果你有一个三分钟 你如果要给他看一个三分钟的影片 你的手就这样要一直穿着三分钟给他看 而且这样互动性我觉得也不好 而且后面做笔记的话 要么你有一支笔可以这样子记笔记 不然你在这里打 看起来有点滋脏 或者是在手机上打 又更滋脏了 就看起来你在滑手机 就看起来你在滑手机 看起来不太专业 所以最好还是携带笔电 看起来你在打字 看起来好像你有在干什么 但是你用平板跟手机 看起来打字 你像是在玩手机一样 不知道在干嘛 给别人印象 就有点落差了 在那边摄打字 一样再聊 分插抄 均匀 你因为你一直都在摄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